我可以把航母放在南海 南海 南海要填着岛礁 我就可以以岛礁上的这些 岛上的这种预警机 或者是岛上的这种电子战的飞机 还有岛上的战斗机 配合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 在南海形成一个封锁网 就是不让美国人从印度方向过来支援 这是可以做到的 OKOKOK 这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主要是针对南海 就是说在解放军的战略设定上面 航母不是对台海的 主要是对南海的 应该是这样讲 未来的航母呢 你说中国大陆为了南海发展这么多航母 那也完全没有必要嘛 对不对 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 也就是跟美国人一样 我的航母就是以后就是全球航行的 当然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现在那个水平没到那个阶段 可能再过个10年15年 你的水平到那个阶段了 可能中国的航母就是全世界到处夸 你现在没到那个能力 现在发展航母才10年 还太早了 意思就是未来也会这样子 有可能吗 当然我是讲技术上有可能 但是说 因为 我是这样讲的 中华民族一直以来 不是那种军事霸权的国家跟民族吗 一直不是外扩型的 那有可能发展成好像美国这种 这种昂煞民族 然后这种军事霸权全球巡航吗 真的有可能吗 这个你要看你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就是说对于中国呢 中国这个国家跟美国是不一样的 美国呢 它虽然它在北美 它的领土面积跟中国大陆差不多 但是北美呢 相对于人类的这个 人类的核心区啊 就是按照那个英国的那个叫什么的那个 那个那个学说吧 就是他认为就是欧亚大陆是人类的那个核心区 就是人类是吧最久远最繁荣的地区 一直就是欧亚大陆是吧 特别是在欧亚大陆的两端 对不对 西欧那一端和东亚这一端 这是人类最繁荣的地方 是那么美国呢它是在北美它是相对于来说它就远离这个人类的核心区的 是所以说呢它就不需要依靠它的海军来进行这个所谓的 离岸平衡 学着英国人的离岸平衡 对对对对对这种概念 用它的海军来制衡 制衡全球 它要把你的这个全球 特别是欧洲和亚洲 它一定要让你分裂 对对对对 让你碎裂掉 不要不要形成一个整体 是是是 然后它用它的航母来平衡 没错 台湾海峡两岸 这它也不就这么玩吗 果然是从英国人来学的就是这一道啊 果然是英国知名的地方 也是英国的这种哲学 它在台湾海峡 对它在台湾海峡也是这么玩吗 它基本上大陆统一台湾 它也不让台湾独立 对它对欧亚大陆都是这个套路啊 对对 在欧洲那个更不用说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它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海军来支持它的这一套战略 对不对 但是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不一样 中国是一个海陆复合型的大国 是啊 就是说中国呢 它是既有很漫长的海岸线 嗯 它也有很大的这个疆域 是吧 是 像西 像北走 它有很大的这个 那个很大的这个空间 对不对 但是像东南走呢 它也有很大的海域 但是呢 中国又领海不领洋 叫做领海不领洋 就是有第一岛链 把中国封锁在这一连串的那个内海里 黄海东海 那 对不对 嗯 这个中间有一个节点就是台湾 对不对 如果中国统一了台湾 那么我就是领洋的国家 是 是不是这样子 是是 没错 我从台湾出去了以后就是太平洋嘛 对不对 没错 如果我在台湾没有统一之前 那我就是只是领海 对 但是我没有直接面对大洋 对不对 对 那能不能到了我领洋了以后 我再组建我的远洋海军呢 嗯 答案是不行 嗯 因为组建一个你要建设一个远洋海军 是人开玩笑的说话嘛 一年陆军十年空军百年海军 嗯 你要建设一个真正的强大的海军 你真的得需要一百年的时间 嗯 所以你必须很早就开始 看现在解放军拼命的去下角着 建云护卫舰 建云驱逐舰舰航 为什么 难道真是只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吗 嗯 就没有必要要那么多嘛 嗯 对不对 嗯 建设远洋海军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全球巡航 巡航 哦 为了将来你成为一个海洋大国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有 你的力量能够到达 嗯 对吧 嗯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现在说的不好 定义 中国这个全世界哪里没有中国人 对对 到处都是华人说不生意 哦 对不对 那你没有你的军舰去不了那个地方 那你就任由别人欺负啊 哦 OK OK 是不是 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去 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分裂别的国家 嗯 也不是为了去打击一个国家 嗯 而是为了保护我自己 嗯 嗯 对不对 我要寻求一个公平的 能够可以做生意的环境 嗯 是吧 不被你抢劫 嗯 对吧 不被你 不被你欺负 对不对 嗯 美国人他不一样 美国人说的不好听的昂萨民族的主线是谁 那不就是北欧海盗吗 是没错 对不对 是个苹炼羊民 对 对 她就海盗起 crowds 对吧 她抢的过之后她就是抢了 当她抢到世界最大的时候她就是说我是国际警察 我说了算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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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了解 好 那那个约克我们再讲回来 所以就是说 那在航母啊 那基本上在未来就是 如果有可能真有这一场什么台海的战争的话 那航母基本上是不会动到航母了 对吧 中美之间都不会 至少在台湾的周边 在台湾的周边不会动到航母 美国人肯定会派航母过来 但是美国的航母肯定是躲得远远的 不会过于接近台湾 因为他指导他开过来那就是送菜了 他开过来就是送死 让我打嘛 OK 对啊 那你送他们让我打嘛 对不对 我就算不打成你 对吧 我就是飞机从你的航母上掠过 那你也不好看 丢面 对于大国来说面子比啥都重要 对不对 好了解了解了解 好好 那那个今天非常谢谢这个约克 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连线 也解答了很多 这个一直以来台湾人会有一些比较觉得 我该怎么讲呢 就是觉得因为这一些这些点 所以解放军不敢打台湾的这些迷思 那今天这个约克呢 就站在这个解放军的角度来破除这些迷思 就是别想这么多了 从那个就是从那个台湾的云风飞弹 可以打到北京 所以中国不要伤敌八百自损一千 那约克的讲法就是说 你打嘛 你打到又怎样了 你根本伤害不了中国大陆啊 就是大概就是好像蚊子咬一口而已 然后再聊到什么 打到什么三峡大坝 那三峡大坝事实上经过这个约克的刚刚的讲解 三峡大坝它最薄的地方的厚度不是35公分啊 是20公尺啊 那个差太多了啊 所以你根本是打了也没有用啊 那个基本上可以抗 抗核打击的一个建筑啊 所以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的 那再讲到这个台积电啊 然后再讲到这些热山雷达 其实就是说 呃 台湾固然有这些军事的实力 或者是不管在晶片生产上面 有这个重要性 但是不会说到真的是解放军不敢 就真的因此而不敢动手的地步啦 所以就是说要真的要想一想 基于这些正确的认识 然后再做你的决定啊 就是说在台海这边 两岸这边的实力的对比 那事实就是事实嘛 现在实力对比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大家还是基于一个正确的认识 在做这个政治上的认识 不要跟龙王爷比宝 不要跟什么 龙王爷什么 我的意思就是不要 不要跟龙王爷比宝啊 你的宝贝都爱 龙王爷的宝贝都爱 不要跟龙王爷比宝 就是说 就是不要加油匕首 享知千金 好不好 就是这样 你以为你了不起 其实就是一个破哨把而已 好不好 大概这个概念啦 好 这个非常谢谢这个 这个 你今天 你今天跟我这个连线 那 那个很多 很多决情会不会 睡不着觉 他就觉得 难道三立是骗我们的吗 你这样你会害很多人睡不着觉 所以说我一开始我这个说明 我说我是很不愿意讨论两岸这个所谓的军力对比的 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最好的办法呢 我觉得就是可能等到疫情要结束呢 我还是欢迎所有的那个台湾的网友啊 都要到大陆来看一遍 别人老话耳听为虚远见为实 对不对 你自己来生活一段时间 你自己来看一下三峡大坝 你看一下北京 你从福建是吧 坐高铁也好坐飞机也好到北京 你看看有多远 你看看你经过的这些地方 你当你看过了以后你就知道了这个这个这个距离的概念 不是那个地图上好像你那个手一掐就能掐得到的 好 是不是 好 那个三峡大坝也不是说你那一巴掌一拳的就可以打个洞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这个事情真的不是35公分啊 好不好 不要听信谣言 好 就就怕你不打 最好你来打三峡大坝 打一枚不够打两枚 打两枚不够打四枚 你打打看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好 那非常谢谢这个约克跟我们的这个连线啊今天 但是你现在你 你discord上不了是吧 我现在显示的时候我可以在discord 我不知道你这个 你要上我可以接你啊 只是说你没有上discord你就没有办法跟网友连线了 我是在discord上啊 我再试一下我看你 你可以啊你等一下如果ok的话我就让网友跟你连线 那如果你你没有办法连上去那也没办法 但网友如果留言提问的话 好那我我还是可以回答了 但是现在好像也没有啊 我好像连上来了 好你连上我试试看 那我们用discord可以连人看 但如果可以可以通就可以了 那么不能通就就就也没办法好不好 好那那约克那那谢谢谢谢约克那跟我们连线啊 好那我们discord再在在连 好非常谢谢约克约克好棒好棒啊 好谢谢你谢谢谢谢 好拜拜拜拜 拜拜 by bwd6